赖内阁时代周五启动,不过此次内阁改组幅度胜为充其量只是小改款的林权内阁,老车换上新驾驶,且看赖神是否变车神联合报资料照分享。 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明天就任开启赖内阁时代,不过此次伴随格魁换人的内阁该组幅度胜为充其量只是小改款的林权内阁,老车换上新驾驶,若要风光上路还要看赖神是否变车神。 此次格魁换人,从本周一被媒体报道后,府方被动证实到今天人事全部底定,只有短短四天,四天内要完成内阁该组,只能跟时间赛跑,基于内阁稳定。 除了政院三场外,绝大多数内阁留任,包括两岸、国防、外交等属总统职权的国安团队均为异动。 赖清德花了许多时间与阁园见面,与其说征询,不如说是留任,也等于彼此认识。 阁园多数留任,除了阻隔时间仓促,也处处可见蔡英文总统的意志。 在异动的人事中,就主经管会、国法会及党产会主委最受瞩目,但除新任国法会主委陈美玲被视为赖清德人马,新任经管会主委顾立雄,党产会主委玲。 甚至,曾经为了南铁东夷已是杠上赖清德的环保署副署长詹沈桂,原本表态坚持,最后却经蔡总统亲自赵建位留后,确定留在内阁。 除了用人都听蔡总统,蔡英文在宣布赖清德接任隔回的记者会上,当场交付菲和家园,完成税改等七大任务,以及强调未来整体施政将从规划走向执行。 这还不包括蔡英文与赖清德先前在2016总统大选,彼此一度潜在竞争关系,更容易被外界放大检视。 熟悉蔡赖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今天被问到两人个性不合,打去表示一个人不吃辣,两个人不会一起去吃麻辣锅,算是顺势结尾。 但如果新格上路走得不顺,类似猜测势必在起。 简是即将上路的赖内阁,仍多是老蓝男就格员,仅顾力熊接掌金管会最具心意,若能以其法律专长行李除弊,或可加分。 但若以其律师性格沦为肃杀,也可能把好牌打坏,超越更无宁日。 内阁改装上路,就看高人气的赖清德如何发挥最大战力。